这个电影就像您刚才所说那样 和您之前的比如说老驴头家的 草风暴地方有点不同 就是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转移到了真正来城市的打工仔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呢 就是因为在前面的电影里面 好像那些父母永远是缺席的 他们永远都是在外面的城市打工 但是在前面的电影里面 老人们都逐渐的去世了 只有在去世的时候 他们的儿女才会出现 在外面打工的 那到现在其实就很顺利成章的 讲到了那些外面真正在打工的子女 到底生活的怎么样 以及他们的子女生活的怎么样 所以它就很顺利成章的 有了路过未来 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导演的 导演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 就是是你原创的 还是说有什么真人真事来改变的 因为我是从深圳过来看这个电影的 我在深圳生活了五年 好像我理解的深圳和你镜头下的深圳不是特别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有可能在大陆供应吗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介绍 然后这个版本我看那个字幕英文 然后还有繁体就是繁体字的中文 这个应该是国际版本吗 如果供应的话会不会再有一些什么见解啊什么的 没有我们就只有这一个 这个版本是吗 对所有的国内跟国际 现在国际总局也不希望你有两个版本是不允许的 对所以说只有一个版本 然后就是你觉得这个故事如果不是放在深圳 因为深圳是一个比较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城市 如果不放在深圳放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也成立吗 还是说也成立 也成立 但是深圳是最合适的 就是我们在回顾 我们在讲农民工的现状的时候 那深圳它是一个全新再造的城市 它在中国的八十年代以前 农民是不用随便到城市面来打工的 那个时候你来城市是要开你在所在城市的居民 或者你的亲属以及你的单位要开介绍信的 不然的话你是就是以盲流的身份 是会被遣送回去的 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 然后呢需要大量的城市建设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那需要吸引农民工来去参与城市建设 那才有了所谓的从盲流转换成了这个农民工的这个概念 农民工的概念是八十年代以后才有的 以前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农民工这个说法的 而且呢深圳是一个 就以前它不是一个市 它也不是它就是一个小村子 它是这样的一个 那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 深圳作为第一个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乃至深圳变成了世界工厂 它有很多代名词 对吧 然后呢就是在 我们在谈到这一切的时候 今天的中国近代的中国 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代表它 除了深圳没有别的地方更合适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选择深圳的原因就是有很多 外来的很多人口在在深圳 在工作 然后呢你比如说像在15年16年的时候深圳的房价上涨到8平米的房子可以卖到66万 卖出这样的一个天价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不可思议 而且呢就是在整个深圳的制造业在向华的时候 其实大量的制造业在往东南亚乃至比如说印尼或者印度这样更廉价的市场转移的时候 就面临了更多的人会去失去工作 那包括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农民工 他们的子女在这边上学高考可能都没办法在这高考 他必须要回到原籍去 就这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它不光是深圳的问题 它是整个中国的所有的现行的一线的城市都面临的问题 只是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深圳最适合 会供应吗 会 会 可能年后会供应 前面这一位 导演你好 我是之前在深圳产场上去 所以我看起来就听到国方面的不同的方言 或是口音 听起来就觉得就好像以前有点 感受因为同学们都是从国地来 国南来或是更远的地方就走过来 所以但是我在里面看到 特别是爸爸他回去之后看到那个 我算他是川干部吧 他富有他 但他那种富有 就特别觉得我以前就是给那些川干部做过这些事情 就拿文件给你看了怎么样的 那但是我中间有一个印象因为我是香港人 所以特别他们就是这个 那个叫李倩就是我们的那个女生 跟其他的都在最后都有一个想法就是对面就是香港 我觉得你那个印象是反而是我有点不太明白 因为我觉得他们年轻的一辈可能就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在有可能爸爸妈妈他们以前这个八十年代来打工的时候 这制作业他们后来美工打了 然后回了回去老家 现在年轻人都逃出北上港那种情况 所以我想问一下导演为什么我在最后 或是中间都会加上这个现象 对面就是香港 对因为你比如说我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 甚至就是我拍摄的这些工地 有一些三四十岁的工人还在这个里面 本身他们在修楼 我们是借了人家的工地拍摄 然后呢我们就会聊起来 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们参与表演 他们就说他们之前也是在香港工作 这边的钱比较好挣一点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不得不回去了 就是也就在深圳 但是挣的就没有这边多 就是这是普遍的一个感受吧 就是普遍的就很多人 很多在深圳工作 曾经来过 他们从深圳工作 然后来过香港工作过 又在这留下 然后又回去的一些人的一些感叹 他们就觉得因为深圳是一个相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但是呢对他们来说 所有的人离开背景离乡 离开自己家乡就是为了多挣一点钱 但是对于可能这个一海之隔的对面 甚至可能你站在深圳的一个楼里面 就能看到香港这边 就觉得是隔得那么近 但是那边又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 就跟这个世界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就是他也不一定是说他真的向往来这 他就是会感叹一下 就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拍摄发达对面 所以我们是不是対面我 neural gard 说有什么批事 我看了这个电影 就是我看了电影 然后可能自己大致分了一下 就可能我分成两部分 就可能前一部分就是一個有手機的說 因為我覺得手機在這個就是聊天軟件在這部電影裡面所佔的比例其實是很重 就可能因為聊天軟件可能組合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就好像女主角家裡其實他們為什麼會為了女主角做了那麼多 你知道自己其實在一開始通過聊天軟件或手機這樣去交流他自己也不知道 而男主角的話他其實也是通過聊天軟件去認識別人 就是沒有達到一個可能是組合了一個交流 後面的話就可能丟掉了這種社會的工具就是這種社會交流的工具 就是他們無論是男女主角也好其他也好他們可以直接去進行一個溝通跟交流 所以我就想問導演一個問題就是在前半段的時候 因為如果要就是我看到他那個他們在聊天的時候通過那個微信去聊天 他們很多時候是沒有因為是沒有台詞 因為他們沒有直接的去對話 所以很多時候是要透過那個字幕去進行那個推進 除了字幕還有就是演員的一個神情的一個神態的一個表演 那我想問就是你是怎麼樣讓他們演員就是男女主角或者其他的角色去不用台詞去講 就是可能在發信息的時候怎麼樣他們去表達這種內心的情感 謝謝 如果常用微信的人會知道微信下面有一個陌生人的打招呼的功能 其實他們是在那個陌生人打招呼的功能下聊了天 所以說他們沒有辦法看到對方的朋友圈 因為是陌生人 你只有通過好友之後你才能知道對方是誰 否則只能是在那個誰也不知道那是誰 所以說他們即便是放在一個屋子裡面 他也不知道對面坐那個人就是真的是跟他聊天的那個人 只是他們覺得作為一個朋友 可能就是都是一個在異地工作的孤獨的人 可能他需要有一種交流 然後呢而且就現在好像這種交流方式 就是越來越顯得好就是跟過去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大家都是在甚至可能朋友聚會 大家都是每人抱著一個手機 不知道在幹什麼 對然後呢那對於演員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他們都有自己的 嗯他們平時也都用這些軟件 你一說他會很清楚 而且就是他們也讀了劇本知道這種情感關係要表達的一個事 而且他們都是職業演員這點根本不用擔心 所以說他們表演起來沒有什麼太大複雜的東西 沒有什麼難度 因為他們都是職業演員 就這幾個主要的演員都是職業的 嗯嗯 後面再不關注 嗯導演您好 因為我之前也看過你之前的幾部片子 所以我有一個 因為你剛才也提到說這部片子開始用職業演員 之前的片子可能用就是非職業演員比較多一點 另外這個片子也是一個很多很多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團隊製作 所以對您來說有什麼挑戰 那然後用職業演員跟非職業演員 對您來說有什麼區別 謝謝 嗯他最大的挑戰就是說 以前我的電影可能都是在相沖拍攝 就是說他環境上沒有那麼多干擾 比如說你在沖子裡面拍攝你比較自由 可能也不會有太多這種圍觀 不會有太多的汽車 或者不會因為說紅綠燈各種什麼 從這裡面也沒有都不存在啊 然後比如說廠租費啊 廠地費也不會有人問你吃藥 但是在城市裡面拍攝 就是你會有很多規矩 你比如說我們要在步行街拍 我們要在醫院拍 我們要在火車站地鐵 很多公共的這個場所去拍攝的時候 你肯定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比如說你如何去控制你的演員 以及不再阻礙人家正常工作 生活的情況下完成它 本身這種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且你在這個電影裡面看到的 所有的公共場所裡面 只要出現的人全是群眾演員 你如何去調度這些群眾演員 去完成這個東西 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另外對於職業演員和非職業演員 就是非職業演員就是說 他沒有表演經驗 他也沒有表演的自信 更多的非職業演員覺得 演電影就是那些明星啊 他們應該做的工作 他覺得自己是沒有這個能力完成的 所以說你要幫他建立一個表演的自信心 你要幫他去樹立這個自信心 你甚至可能要做一點培訓 然後去 但是呢對於職業演員來說 他可能有一些模式化的表演的方式 然後呢他可能就太會表演了 所以說你反而是要讓非職業的這個職業的演員 就是忘記那個表演的過程 讓他們盡量不要去表演 這是非職業演員和職業演員的區別吧 好 我們最後一條問題 导演你好 就是我對剛才第一位觀眾問的第一個問題 還是比較好奇 就是這個故事是您原創的嗎 還是說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然後或者說是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這樣的故事 然後把好多的故事湊起來 那麼您是怎樣去獲得這些素材 您是自己在深圳生活了 和並且和在那裡打工的人聊天 然後了解到了這樣的故事嗎 首先就是說 在中國有兩億七千萬的農民工 就是我們或多或少的隨便一個人 可能你身邊直接沒有 可能你家的一個遠方親戚就是農民工在外地打工 然後呢你基本上每年過年回去 你都能看到那些從外地打工回來的農民工 就是現在他們已經 我們一直在講農民工 但是我們放了一個護士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代農民工已經老了 快六十歲了 從八十年代剛剛改革開放 運到城市來的這一批人 就是他們現在怎麼辦 他們是他們何去何從的問題 以及他們的子女 第二代農民工 大部分是出生在他們那個工作或者的那個城市的 但是他也沒有那個城市的戶籍 他們有可能又拿的是他的父母所在的出生地的身份證 但是呢他們又從來沒在那個地方生活過一天 就面臨一個身份歸屬的問題和身份認同的問題 這個是所有的農民工都面臨的問題 除非就是說像早期有一些 比如說我在那邊儲備待了半年時間 也有很多人就跟我講80後的 他們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們的父母都是從外地過來的 然後呢當時是為了他們上學方便 父母一咬牙 那個時候是說早期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一咬牙買房子 你就可以戶口簽過來 就是很多人都是努力咬牙 就是為了讓孩子能夠在這邊上學 忍住 強忍住買了一個房子 但是現在變成好事了嘛 因為房價長成這個樣子 但是在那個時候 沒有買的人就永遠都買不起了 那這批人就要面臨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一大批人 不光是深圳 北上廣所有的這種一線城市 都是這樣子的 那當然我身邊也有很多這樣的人 你包括整輪的這種情況 現在好多女生都微整形的 非常非常多 比如像那個女孩她去割了雙眼皮 然後她在醫院回不去 就是我的表妹的大學同寢室的同學身上的故事 她跟我講了 我覺得很有意思 然後我就被她放到這個電影裡面了 她是從河南去上海去整輪 然後呢她買了一個機票 然後她在醫院割完雙眼皮之後 蒙住她出不去 她就找一個人那個人說我送你回去 然後但是你要給我五百塊錢 然後第二天我再接你來醫院拆線 你再給我五百塊錢 但是她也沒有認識別人 沒辦法 只能這個樣子 就是這種都很多 你包括就是說 像這個施藥 我今年三月份的 施藥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很多大學生 全部都在做這個事情 而且呢 比如說全世界的大一點的醫院 所有的醫藥品出來 都是進入這個流程吧 它是一個正常的流程 包括今年三月份 我在《新京報》是要的 這個其實是 並不新鮮的一個事 包括房價上漲的這個程度 醫療資源 各種教育 它就是現實生活中 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有的時候你想編吧 你還必定能編得出來 所以說 在某種程度上 你要說是編劇吧 我覺得編劇應該是生活 生活是編劇 我只是說做了一個編輯的工作 把生活中這些事編輯在那裡一起 寫了這麼一個故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到此結束 非常感謝導演帶來這麼好的動作 謝謝導演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